請了王牌律師團阿伯最後卻選擇不抗告 九號中午律師團對外發佈約三百次 左右的聯合聲明 表示柯文哲不願抗告 但這份聲明恐怕會讓律師團惹禍上身 聯合聲明中提到柯文哲在庭上的言論 這是否構成隔空串政 發見人士分析 屬於灰色模糊地帶 根據律師倫理規範第25條 在判決確定前 不得發表言論 但為保護當事人免於輿論報導 所致的不當偏見 在必要範圍內可平衡言論 我在這邊再次跟他道歉 當年民進黨立委高嘉瑜前男友林秉書 涉嫌施暴遭擠壓境界 卻透過律師發表道歉聲明 被質疑隔空串政 律師懲戒委員會審議認為 違反律師法律師倫理規範等 惡度決議應與申戒處分 並自費上延期 如今柯文哲律師團的聲明 也讓法界人士認為似乎有些不妥 柯文哲律師團的聯合聲明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 尚存疑 但畢竟是雜種本聘用的王牌律師陣容 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都格外備受矚目 三天新聞正常雙雲台北暢報道